我們店舖不買的 幹甚麼?傻了嗎? 羅先生 姐姐, 你給我一次機會吧 我一定可以把爸爸的菠蘿包弄 怎麼弄?我說弄菠蘿包 你連煮麵也不行 你和拉叔弄過, 弄甚麼東西出來 不懂就學到懂, 我不信我學不懂 現在沒時間讓你慢慢學 你知道一天茶餐廳有多少錢嗎 不可以吃爸爸和媽媽的辛苦錢 我只因為知道是爸爸和媽媽的辛苦錢 才不可以買這間店舖 爸爸做到的事, 我也一定能做到 你知不知道爸爸在十多年時間 才搞好一間茶餐廳 難道你幾個月打得好嗎? 我不管, 我一定會輸到為止 現在不是跟你說玩的 這間餐廳不能再輸下去的 我也不是玩的, 姐姐 我答應我爸爸 我一定會把好店舖弄回好 無論如何, 我不信我連一個菠蘿包弄不好 現在不是連你也對我沒信心, 姐姐 你說, 這麼難才找人頂這間店 我也不知道他會想法 阿俊這麼做, 無非都是為了一間茶餐廳 完成他爸爸的心願 你以為我不想嗎? 你知道嗎?現在每個月 那間餐廳吃了多少錢 再這樣下去, 全香港人都認識我了 就算怎樣也不用這麼誇張 我欠人一身債 不讓人家到處都是嗎? 你不用這麼悲觀 說不定你以後的樣子 上電視也做周刊 你怎麼這麼說話? 我是說, 或者阿俊研究一條 做菠蘿包的秘方 到時賣到佳子賀文連追擊也訪問你 我沒有心情跟你開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的 你看人家賣蛋撻不一樣賣得發達 其實阿俊很有毅力 你就再給他一次機會吧 至於我戶口沒有毅力 這樣吧, 不如我做你們擔保人吧 我曬上三五七的照片給你們拍照 到時真的要貼, 只是貼我的樣子而已 你怎麼這麼笨? 我有什麼叫你叫的, 拖笨 一隻豬, 笨豬 媽媽, 今天這件事 弟弟已經告訴你了 是呀…俊仔現在說話 說了很多話, 俊仔, 說話吧 我們弟弟來 是, 俊俊是欠不下的 不過茶餐廳真的是爸爸的心血 如果你說撐了他, 爸爸一定捨不得 賴叔, 你說 我一向跟大哥兩個人都一條心 說實話, 我跟那裡的伙計 和街坊大家相處了十幾年 如果說我捨得的, 都是騙你的而已 今天你們一個月一個 突然轉了太太 那你想我怎麼樣?你們說吧 媽媽…這個客人這麼麻煩 以後不要做的生意了 姐姐, 先把我的店舖住了 總之這間店舖的東西 我就不要再理會了 姐姐 姐姐, 店舖的東西我不會再理會了 我又不會弄包, 要弄你弄吧 我最多拖著這道菜 謝謝姐姐 好, 我也說阿山 各人通情達理的 不過說真的, 這道菜我不能頂多久 你最快把餐廳搞好 要不然的話, 只想帶著一盒米 謝謝 我們先喝舊東西 我們要重振到菠蘿包的聲譽 阿俊, 是不是像上次那樣做法嗎? 不是, 這次我用新鮮番薯 新鮮番薯? 我來做好了, 我們去做了 如果做法, 毒, 31% 還有更新鮮番薯 廞你, 糟 他也是, 糟 給大家喝 至於貸款方面 你們的店舖已經設定了很多數目 加上營業額又低到這樣 其實我們的餐廳正在改革 遲些生意會康復 是…我們現在正在研究一種 超級菠蘿包, 晚餐一定好賣 拿幾個上來試試吧 謝謝你 這樣吧, 我給你們兩個星期時間 到時候你的茶餐廳如果有氣息的話 我再考慮是否貸款給你 那謝謝 先生, 人家銀行也很想考慮 總算是有個希望 你還這麼擔心在做甚麼 兩星期了 茶餐廳也沒開過門做生意 話說回來, 貸款也不太多 息口也這麼高 就算肯借, 你也要考慮一下 阿斌 阿斌, 你的的士牌有人出到二百四 你讓不讓? 不好意思 先走了… 你為甚麼買我的的士牌? 你打算幫我嗎? 店舖的東西我自己會搞定的了 你這陣子經常陪著我, 應該就行了 就是因為我這陣子經常陪著你 茶餐廳有甚麼情況, 我很清楚 錢也沒人肯借, 銀行錢也不肯借 難道叫你們打劍嗎? 長貧難顧 就算你買了那些士牌 也定不了多久了 不如你看看弟弟 尤其只出現中路吧 好了…看就看… 走吧, 走吧, 走吧 媽媽… 我很肚餓 爸爸, 坐下吧 快有你最喜歡吃的菠蘿包 還是盡盡親手做的 小心… 滾了… 快點… 熱了, 熱了, 熱了… 嫂子, 嫂子, 嘗嘗看是怎麼樣 不是, 這是甚麼?這麼難吃 不是吧 爸爸, 不是這樣吧 這個包…起碼也有一點菠蘿味 可是皮子一坨, 粉漿著嘴巴 有點黏稠, 不多脆口 是呀, 怎麼感覺很糊塗的 你從來沒吃過這麼難吃的包 跟我的菠蘿茶餐飲品差很遠 那怎麼搞得對, 爸爸 你又不教我 我試了所有包, 難吃不關我事 是呀, 爸爸… 阿朵…冷靜點… 爸爸, 店舖受不了我 我也受不了, 爸爸, 你教我吧 真是 大哥, 你為甚麼不教他 他很乖, 我也想吃菠蘿包 你為甚麼不教他 你教他吧 哥哥, 哥哥 不要爭, 不要爭 進進, 弟弟 進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吳指紋 我是張景順 立即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新新出了一條 專門為底地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 拜拜